哇真的有点夸张 我们刚从中亚回来 然后这个简直就是在摆我们的市集 小郭小郭这么多东西 好特别这是什么 这个是很有民俗风的小包包 这个在塔吉克买的 看得出来因为他上面有写塔吉克 所以乌子北克其实也有卖 但是上面就没有写塔吉克字盘 好可爱所以这是塔吉克为数不多可以买的纪念品 公其实蛮细的跟想象中不一样 多少钱 这个大概5块美金一对 哇这么便宜 而且他公好细喔 我现在才发现他们都用一些那个几何图形 有我们之前缠绕画的还有那种曼陀罗的感觉 哇这是他们的 这个是土库曼的纪念品 土库曼因为比较封闭 没有什么特别东西可以买 然后这个导游推荐 在里面 巧克力里面有包柠檬 这台湾应该没有吃过 这样感觉上好像 会很酸 我现在已经嘴巴都是酸了 诶什么也有诶 对那这边就是在土库曼的超市收瓜各种不同口味的巧克力 哈密瓜 对就是 巧克力里面有哈密瓜果肉的 858问 土库曼的话钱是一比多少台币啊 土库曼的话他官方是美金一块比3.3元嘛 塔纳特 但是湿底下换的话 其实汇率有从10到20都有 那这个是中亚的穆斯林的帽子 中亚那边的穆斯林比较开放 这是男生吧 没有像北非那边的那么严谨 所以呢可以看到他的帽子的花纹 比较鲜艳 然后也比较混合一些中亚的色彩 所以带起来 比较没有那么 像啊像什么 白色那样子 素色的感觉 比较花钱 没有那么严肃的感觉 流行款 超流款 他马上就把自己国家的地图 对然后这个是哈萨克的很有名的巧克力的牌子 感觉上好像蛮纯的 他没有写几% 没有写 没有写 综合的啦 综合的 我今天才发现 原来这个赫的剪刀 是在这里的特产 对这个是乌兹别克的特产 就是那个鸟剪刀 从这个小支的到大支 一支三四十美金的剪刀都有 那他好像本人是非常锋利 对那是乌兹别克的一个特色 他这个礼物是到处都看得到吗 这个基本上在老城区的时候 市集都会有机会可以采买 因为为什么我对这个情有独钟 因为我们之前在做手作的时候 有很多这种剪刀 那我不晓得说因为他是产自乌兹别克 你应该要买更好一点的 下次下次下次 下次买大支的回来 这么大 哇哦 这么大支 因为那个乌兹别克他们都是毁教国家 所以其实基本上他们的图腾都是用花鸟 然后呢有那种曼陀罗还有缠绕化的那种感觉 那这个呢只是他一个袋子就很有他们当地的风格 而且呢他后面居然还有当地的那个地图啊 还有他们很有特色的这个景点 这是西瓦古城 那这个袋子呢我个人非常喜欢 送礼自用两箱仪而且不贵 这个好像才两三块美金 那这里只有在西瓦的老城区有看到 然后大小尺寸都有 团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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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的感觉就是这样子 哇还有丝巾耶 诶 这个丝巾怎么感觉上很像新航啊 新航吗 对啊 对新加坡航空 有没有 新航耶 那中亚因为是古代诗路经过的一个重镇 那所以这边有各国的商品往来 那诗巾是最能代表中亚的一个纪念品 诶 蛮不错的耶 而且他的材质不差呢 这个大概十块美金一条 哇这么便宜 然后这个是最具有中亚特色的图案 他当地的服饰呢 长袍都会用这种图案 如果有衣服的话 也有衣服有长袍 但是有可能带回台湾应该就没有人会穿 穿在那边很自然 但是回台湾可能就不会再穿 所以我们买丝巾比较划算 一样十块钱一条 哇背店耶 这背店就是曼陀罗的一个感觉嘛 乌兹别克的超市逛到的时候 就把它买下来 因为觉得这个图案台湾比较少见 这个其实我现在一直觉得 这就是曼陀罗的那一种feel 啊好可爱哦 他们这个一个多少钱啊 这个也是一两块吧 Poly的 这个是Poly的材质 这个是在乌兹别克 乌兹别克各个老城区 像萨玛尔汗布哈拉跟西瓦 这三个地方其实都能买到很多纪念品 我没有想到这个这个这么细致耶 他的画画得非常的细致喔 而且呢我们还特别买了两幅丝画回来 这是画在丝绸上的 真的好有feel要把它裱起来 这是丝 那这个是丝路的一个过程 你可以看到这边从中国开始 然后到萨玛尔汗布哈拉西瓦 土耳其一直到威尼斯 那这个是白天 那另外一幅就是晚上 一样从中国开始 萨玛尔汗布哈拉西瓦 威尼斯到摩洛格 这都是古代思路会经过的地方 我不晓得为什么看到这个就是 Money Money的感觉 因为有那种很丰富满载而归 我觉得摆在那个 裱起来 摆在办公室啊 各方面都是一个很吉利的一个感觉 那这个呢好漂亮喔 这个是在塔吉克的景点看到的 真的也是花了一些心思 因为我们从后面都有看得到很多线统 蛮大一条的啦 对啊 而且你看他们非常喜欢郁金花花卉 对曼陀罗的感觉 这个是我们LOKO送大家的纪念品 这个是吉尔吉斯的传统服饰 吉尔吉斯跟哈扎克那边是游牧民族 所以其实在那边也可以看到蒙古包 然后他们也是用很多羊毛毡 做了各式各样的纪念品 而且这是象征一个人的感觉 然后又好像一个图腾 蛮可爱的 所以在吉尔吉斯 其实可以买到非常多羊毛毡的制品 那这个是在乌兹别克买的 乌兹别克很喜欢这个石榴 这石榴强征多子多孙 他们好可爱哦 他们把这一个蒙古包做成了一个收纳 你可以收藏偷藏一下那个 赛卡马上就被发现了 然后还有 这个大的有展示就是他们传统的蒙古包里面的一些摆设 其实跟蒙古那边会有点类似 但是他们觉得这是他们当地的特色 你看这里面还有毯子 然后呢一个桌子 那这个呢是比较小一点的 很可爱 对啊这个 这个是什么你们猜猜看 我跟你讲我马上就猜到 他有人说是帽子 我帮帮忙好不好 什么帽子 这样子呢 不是 因为在那里冬天非常寒冷 所以他们很爱喝茶 要喝热的 像我一样喜欢喝热的 但是呢很容易就冷掉 所以他们会把这个套在茶壶上 避免它热掉 还会很贴心送人一个杯垫 这个其实我一直觉得他好可爱 但是工非常非常的细 他们当地人可能就是这样 黑黑 晒太阳 晒太阳 对对对 那这山应该是有 天山 哇这就是天山好漂亮 然后还有骆驼 然后这个是什么 马 这是马 好吧 那这是绵羊吗 这绵羊 蒙古包 真的很可爱 这是一家人的一个感觉 对没错 你最喜欢哪一个 我最喜欢的其实是 这个袋子 因为那个其实蛮特别的 送礼自用两箱 又不贵 真的非常好 原本没有人买 然后我一买之后 团圆人就跑去买了 我最喜欢的是画 因为呢它是丝的 这是我最喜欢的 这么多礼物呢 是有提供给观众吗 还是抽奖呢 那当然了 我们下面先 是不是拿你最喜欢的出来 哈哈哈哈 不行不行 你要抽什么呢